恶福所书第二章 你们从前因着你们的过犯和罪恶是死的 那时你们生活在过犯罪恶中 跟随这世界的风气 顺从空中全能的首领 及现今在悖逆之子身上发生作用的恶神 就连我们从前也都在这样环境中生活过 放纵肉身的私欲 照肉身和心意所喜好的形式 且生来就是易怒之子和别人一样 然而赋予慈悲的天主 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竟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 使我们同基督一起生活 可见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 且使我们同他一起复活 在基督耶稣内使我们和他一同坐在天上 为将自己无限丰富的恩宠 及他在基督耶稣内对我们所怀有的词汇 显示给未来的世代 因为你们得救是由于恩宠 借着信德 所以得救并不是出于你们自己 而是天主的恩惠 不是出于功行 免得有人自夸 原来我们是他的化工 是在基督耶稣内受造的 为行天主所预备的各种善工 叫我们在这些善工中度日 所以你们应该记得 你们从前生来本是外邦人 被那些称为受歌损的人 歌损本是人守在肉身上所行的 称为未受歌损的人 记得那时你们没有墨西亚 与以色列社团隔绝 对恩宠的盟约是局外人 在这世界上没有希望 没有天主 但是现今 在基督耶稣内 你们从前远离天主的人 借着基督的血 成为亲近的了 因为基督是我们的和平 他使双方合二为一 他以自己的肉身 拆毁了中间阻隔的墙壁 就是双方的仇恨 并废除了 由规条命令所组成的法律 为把双方在自己身上 造成一个新人 而成就和平 他以十字架诛灭了仇恨 也以十字架 视双方合成一体 与天主和好 所以他来 向你们远离的人 传布了和平的福音 也向那亲近的人 传布了和平 因为借着他 我们双方在一个圣神内 才得以进到父面前 所以你们已不再是外方人或旅客 而是圣徒的同胞 是天主的家人 已被建筑在宗徒和先知的基础上 而基督耶稣自己 却是这建筑物的教石 靠着他 整个建筑物结构紧凑 逐渐扩大 在主内成为一座圣殿 并且靠着他 你们也一同被建筑 因着圣神成为天主的住所